又是潜水爱好者大展身手的好机会 会在中东波斯湾的岛国巴林 今年8月将会有一个号称 世界最大的人工潜水乐园开幕启用 它的总面积高达10万平方公尺 相当于有14个世界杯足球场的大小 最特别的是 它还把一艘波音74机客机沉入海中 当作是海底探险的景点 成为号召游客的最大卖点 波音74机客机完成天上飞的任务 换个场景在海底还能延续生命 这是中东巴林今年8月要开幕的 世界最大人工潜水乐园 最吸睛的是日前已经把一架 退役的波音747巨无霸客机 沉入海中 将来要成为潜水客到海底探险的秘密基地 这座潜水乐园位在巴林东北角海岸30公里 总面积相当于14座标准足球场 除了海水战篮 鱼群悠有 还要加入许多人工珊瑚礁 丰富海底景观 增加潜水探险的乐趣 为了宣示潜水乐园 不会破坏海洋生态 业者还公布影片 介绍沉入海中 波音747客机 已经彻底清除机身 残余的油料跟化学工业物质 符合环保规范 在海底当作人工珊瑚礁 非常适合鱼类 跟各种海洋生物气息 当你死亡 因为有古典型的家 747客机 还有其他计划 还有其他计划 或其他计划 巴林王国产油多金 官方全力支持 海底潜水乐园建设 业者强调 开幕之前 海底景观的布置 还会陆续增加 除了做到世界最大 也期许打造世界最优的 潜水乐园 吸引外国游客到巴黎 休闲娱乐有更多元选择 杨振平编译